而骑士黄国斌遭到榴弹击重身亡 为了保护怀孕的妻子 他是忍痛没有摔倒 事发到现在两个月了 黄国斌的妻子肚子里头的宝宝也已经四个月大 而日前这个产检得知 肚子里头的宝宝是一个男孩 为家属带来一丝希望 希望 不要因为 事情慢慢的淡掉之后 他们就忘记 还有一个人 他死的不眠不白 在头期法会上 黄国斌的妻子平平逝泪 不舍丈夫奏事 两个月过去 他肚子里的宝宝已经四个月大 日前到医院产检传来好消息 而且是一个男孩 他有烧枪的时候 跟国斌讲 因为国斌之前就是猜说 肚子里面是一个小冰宝 是一个男孩 5月31号事发当晚 黄国斌遭榴弹击中 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摔倒 而是强忍剧痛 骑了200公尺 才把车停在路边 目的就是要保护 妻子及肚子里的孩子 如此的爱妻 护子心切 让家属心疼万分 因为太过思念丈夫一度时不下咽 但为了宝宝 黄国斌的妻子打起精神 重回工作岗位上班 他现在最希望的除了凶手早日落网 就是肚子里的宝宝能平安诞生 中文新闻 阿公 亚麦谢凯轩 台北采访报道